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秒传智慧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我Yan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1年读诗D计划第二次的播出 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书目是I世代报告 这是第一本全方位理解I世代的书 那I世代英文叫做I加上一个GEN 就是I generation的意思 I世代是指在1995年到2012年间出生的小孩 换算成现在的年岁的话大概是30岁以下的这样的一群小孩 他们是在手机的陪伴下长大 还没上中写就已经 拥有IG的个人账号 记忆中不存在没有网记网路 因为在社企媒体中长大 所以他们比较悲观 权力意识跟自恋程度都不如千喜事代高 那对于自我的期望也偏向温和稳健 他们有讨论公共事务的热忱 但实际作为并不踊跃 也不相信自己的参与可以改变政治生态 所以从其量只把政治人物当作偶像来崇拜罢了解这群I世代的口头场 或者是行为模式 甚至摸索出如何跟他们打交道的窍门 可能是耽误自己 作者是Jean Twinger 他是芝加哥大写心理学硕士 密西根大写心理学博士 现为圣地亚哥州立大写心理学教授 他专门研究世代差异 包括各世代的工作态度 生命目标跟成长速度等等 所以从他身上我觉得我可以找出三个重要的观念 供大家一起来活用 第一个 找出十个I的趋势 所以作者是从四次全国大调查看到 形述出I世代的十个I的趋势 I的趋势意思就是从I开头 比如说In no hurry Internet In person no more Insecure Ireligionous Inside but not intrinsic Income insecurity Indefinite Inclusive 跟Independent 这十个I开头的代表十个I趋势 第二个观念是世代差异 作者从22岁研究世代差异 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 总结一句话 X世代比婴儿草世代要求性别更平等 但却也更焦励 迁徙世代又比X世代在行为态度跟人格特质有更广幻的差异 今天所谈的I世代 最大的不同是在他们应用时间的方式 第三个概念是世代年份的切分 世代分界很大部分取决于未来十年科技的发展 比如说Internet是在1995年商业化 所以让I世代一出生便能够随时散亡 iPhone是在2007年风行 让I世代在12岁的时候 它就拥有一支智慧型手机 iPad它是出现在2010年 让I世代15岁就可以接触色情的媒体 所以为什么I世代把它切在95到2012年 其实就是因为科技上有Internet 有iPhone有iPad的这个关系 OK以上这三点希望能够协助大家对作者有所认识 那这本书I世代报告是2020年4月出版 这本书是针对一个世代的研究资料整理而成的 它里面结合了严谨的统计数据分析 那互有洞见的访谈 还有出色的写作手法 提出令读者大为意外的惊人发现 更协助我们厘清头戏 了解该如何看待这些发现 所以这是一本可信度高引人入胜的书 我仔细读了之后找出三个写习东年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一个谁是i世代 i世代正是或即将是你市场行销的对象 或者是你要招募的新人 你台下不信任教科书的学生 或是你家中此此不愿长大的小孩 他们的特征是更包容 没有叛逆性且也更忧郁不安 而且迟迟无法长大 非常重视人生及情绪的安全 第二个是i世代的父母 i世代的父母接力营造 无尽无挫折的环境 将童年变成一个梦幻世界 充满了大量的赞美强调欢乐 且几乎没有任何责任 所以难怪这些小孩不想长大 i世代在就读中学的时候就不太打工 也不管你自己的钱 那比较少独立处理事情 因此没有发展出对抗逆境的韧性 他们认为最差的状况 还可以打再加啃老的儒利算盘 第三点是i世代的未来 i世代现在已经是国家的公民 经济的生产者跟消费者 企业的员工 他们更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家人 亲人跟情人 所以i世代的烦恼是社会整体 必须面对的问题 i世代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以上这三点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 我相信你的生活中绝对有一个神秘兮兮的i世代 他们看似跟我们共处于统一社会 却对眼前的物质生活 我拥有截然不同的感知跟回应 因为对网路全然依赖 所以他们不擅长跟人接触 而且延后等大人 形成于千禧世代 X世代 婴儿潮世代 全然不同的新世代 以上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要的内容 若要我总结一句话 那就是笔解i世代 才知未来该何弃何从 再见 拜拜